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18万的军队是等于说整个俄罗斯精锐进出 甚至连最残忍的最恶名糟糟的风暴力 也就是它跟瓦格纳一样 都是从军营里面最凶恶的地方 从这个所谓的监狱的犯人 从这边募集最穷凶极恶的人进到这个部队 没有想到这个压箱底的部队也被普丁撞到了前线 但看到了当你现在俄罗斯决定 我要有一场大战开始 俄罗斯觉得我要有一个胜利 来讨回普丁的尊容的时候 没有想到它的后院竟然失火了 你现在看到的画面就是 俄罗斯最大的弹药库竟然发生了爆炸 而且俄罗斯不是只有一个弹药库发生爆炸 它现在旁边的扑平卡机场 还有它的弗鲁科的军事机体 竟然也接连发生爆炸 甚至它的机场上面出现很多无人机进行骚扰 进行袭击 大家就问整个俄罗斯最紧密监控的地方 不应该在莫斯科吗 那莫斯科这么严密监控的地方 怎么可能让外面的力量进行袭扰 让外面的力量把这个最大的弹药可以爆炸 这个到底是乌克兰做的 还是瓦格纳做的 特别是当普里格金失踪之后 俄罗斯最神秘的卫星 它的军方跟联邦政府使用的卫星 竟然失联 竟然故障 还有很多的地方竟然出现了爆炸 这一连串就是整个瓦格纳军团 在背后到底扮演什么样的神秘力量呢 好 我们今天请到两边的大方首预的 财经专家黄首颂你好 大家好 好 这是每一早电视报的董事长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 自在门点 杨慧珍 大家好 好 第四位是 自在门点 黄伟海 这个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 自在门点 李宜峰 大家好 好 第六位是 气场专家郑哲胜 大家好 好 走 普丁本来想说我要出大绝招了 没错 因为我最近真的很丢脸 挖民转导会 全世界都在怀疑说 我到底有没有能力继续统治莫斯科 我到底有没有能力来统治各方的军头 结果说 我要发动一场战争 没错 我调集了18万 最强害的部队压箱包 我全部送到乌东地区 可是没有想到 后院竟然发生大爆炸 而且最近普丁可以是 在国内在国外都受到大家的质疑的时候 他现在两面出击 怎么出击呢 两面出击 他第一个在上合会里面就说 我们俄罗斯现在是 前所未见的团结 然后面对武装叛变的企图的时候 俄罗斯的政治圈 还有社会整体形成统一战线 明确团结 一致对于祖国大地的命运责任感上升 也就是说他强调什么 我现在俄罗斯我照得住 那因为上合会这些国家 都是他以前的很多加盟共和国 那些巴基斯坦 还有中国这些 他当然要对他们讲 如果他等于说 说我现在还是老大 我说了算 特别强调 政治圈 社会整体 组成统一战线 此地无赢三百两 统一在我之下 我们都说嘛 最缺什么就要讲什么 那当然不是嘴巴说说 这个俄乌战争的 这个所谓特别军事行动 我现在在派人过去 你们说我打不赢 我现在掉了十八万 十八万里面他讲到 这个风暴Z 也就是说跟所谓 普里格金的部队一样 就是从这个所谓军营里面 穷凶恶级的部队 我也去了 然后他空中突击部队 我也去了 空中突击部队也去了 我土安全部队 我都去了 我掉了十八万精锐部队 这是他应该最后的压箱保 都掉过去了 掉到什么地方 掉到乌东战场 从立曼一直到这个 这个巴赫五的这个地方 我掉了十八万 他说敌人的主要部队 就在这个地方 我现在掉十八万过去 我要给你做决战 牙翔宝都出来 可是问题是 保洁你知道吗 市长你做了这么多 问题是你现在后院 不断的失火啊 怎么样失火呢 第一个我们现在讲 在顿内茨克 还有包括说在杂波罗 他们俄罗斯占领的地方 频频的出现弹药库被炸 要么就是机场被炸 你看这都是 这都是在俄罗斯占领的 这个区域里面 包括说像亚基米夫卡 还有包括说马克耶夫卡 这两个地方 在顿内茨克跟杂波罗的 到处都是爆炸 好那不止这样 连你莫斯科也是啊 莫斯科有一个 这个弹药库爆炸 有一个机场爆炸 而且靠近 你说这个刚刚那个 就是莫斯科的弹药库 发生非常多起爆炸 而且无人机都飞到你 莫斯科去攻击你了 那这个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明明说我照得住 结果没想到你 我统一战线了 对 你后院一直不断的失火 好那你说你统一战线 问题是 现在这几天有人出来跟你呛瞎 这个沉默八天之后的普里格金跟你 这个千军万马来相见啊 他现在开始抠 所谓的这个普里格金的部队 回来吧 团结在我之下 而且他还呼吁什么 他还呼吁俄罗斯人民要支持 我的瓦格纳集团 那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明明叫你滚出去俄罗斯 你现在要支持你干嘛 所以现在显然 目前为止 这个普丁说 团结在我一下之下 可问题是目前 内忧外患还是持续在升高之中啊 事实上现在对普丁来讲的话 他什么地方会埋下重兵 一定莫斯科嘛 他因为现在根本不知道敌人 我从来以来 所以莫斯科其实是他重兵 都压在这个地方 所以理应不应该爆发这种事情啊 就没想到还是爆发这种事 你看这是莫斯科的弹药库爆炸 这个距离莫斯科市中心是非常近 他们当地一个非常知名的这个弹药库 就你看就这样爆炸 炸了哇 这个很多莫斯科民众都看到 都吓一啥 到底是谁来炸 他不知道 听说是很多无人机啦 就飞到这个地方 然后就直接给你炸掉 到底是不是这样 因为现在都是传言 也没有人看到说是什么武器在攻击 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什么 这努夫科沃的这个军事基地 这军事基地是他们军队的所在地 空军的所在地 这边还有驻军 就驻军来说 听说也是无人机进去攻击你 就攻击你之后 这个军事设施就被毁掉了 那被毁掉之后 保洁你知道怎么办呢 他们原本有很多飞机啊 很多飞机军机还有民航机啊 要停在这附近 就停不下来 你看他们就在空中绕来绕去 绕来绕去 因为为什么 因为现在机场没办法降落啊 你说这个就是他们现在的飞行图 他们不能降落 只能在空中绕来绕去 绕来绕去绕来绕去 原本要降到这个地方 没办法降 所以机场被炸了 还有另外一个库宾卡机场也是一样 也就是说 这两个机场都被炸掉之后 你很多军事基地 或者是很多机场 没办法下去 所以现在目前为止来说话 整个俄罗斯你是说 真的如同你普丁讲的吗 好像统一在你的战线之下 你真的招得住吗 怎么会在莫斯科当地都爆发 这种连续三个地方有爆炸的这个状况 好 所以刚刚讲的 你现在是俄罗斯占领的地方 你现在在莫斯科的本身 俄罗斯的本身 莫斯科 全部都被攻击进去 那问题是谁攻击的呢 大家不知道 另外一个 在俄罗斯占领的这个 马卡耶夫卡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在顿内之客 顿内之客也是 俄罗斯很早就已经占领了 就占领没多久之后 现在也是出现大爆炸 大家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之间就爆炸 你看这 砰 砰 炸了 当地民主 所以你说 搞不好我看这张照片 你说这张照片 就是马卡耶夫卡炸的 你看马卡耶夫卡炸的 居然出现一个人脸 对 他们说 那有神域的味道 对啊 你看这个很诡异的这个状况 而且炸了非常多 非常巨大的爆炸 这到底是谁炸的 大家不知道 你看就这样 就这样轰一声 马卡耶夫卡 整个这个 这个所谓迅狀运 就这样出来了 哇 这样很大的一个爆炸 好 那不是只有这个 马卡耶夫卡这个地方 然后在扎波罗勒也是啊 扎波罗勒这个地方来说 他们也是这个地方 你看扎波罗勒爆炸的这个地方 叫做亚基米夫卡这个地方 而且他靠近克里米亚 这地方也发生爆炸 那炸完了之后 就变成是这个断圆残壁的这个状况 所以到底是谁在炸 俄罗斯的这个占领地区 扎波罗勒 杜尼斯克都有爆炸 莫斯克有爆炸 好像不是如普丁说的 好像万无一失的这个情形嘛 而且是说 你昨天特别提到的就是 普利格金已经消失八天 消失八天在7月3号的时候 突然公布一个录音 41秒的录音 他并没有撤退 他也没有认输 他向俄罗斯发出什么动员力 发出征兵力 这个征兵力是直接跟瓦格纳军团 而且他们要消灭叛徒 他这个话才刚刚讲完 莫斯科就爆炸了 没错 好 莫斯科目前出现爆炸之后 大家都说是谁干的 很多人直指普利格金 为什么 普利格金在这个失踪的 没有音讯的八天之后 他在Telegram上面 公布了41秒的谈话 这个谈话的大意是什么 我们过去的这个行动是正确的 那我们认为说 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巨大的成就 相信不久的将来 你会看到我们下一场的这个胜利 还有下一场胜利 同时他就希望 俄罗斯民众支持我们瓦格纳集团 那是什么意思 而且他现在还要继续征兵 因为为什么 因为后来记者也真的打电话 去这个瓦格纳集团 瓦格纳集团说 对啊我们在征兵啊 他说你们不是要离开吗 不知道你跟我讲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他确定我们会增兵 而且他说我们还有训练基地 都已经传好了在俄罗斯的南部 好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就讲最近有非常多诡异的事 第一个是俄罗斯连续的大爆炸之外 俄罗斯的卫星系统也被攻击 我们讲他们不是有个叫 Dozo Teleport的这个卫星吗 这卫星来说的话 照理说卫星是很难攻击的 结果没想到卫星居然被人家 不知道什么原因就瘫痪了 四颗卫星全部瘫痪 瘫痪之后好不容易修了一颗 办这个跑的速度非常慢 还没修好 只有一颗好 那到底是谁这个能够害进去 而且很多人就说那是美国 但是我跟他讲美国的几率很低 为什么 因为卫星炫耗是所谓的点对点 你一定要像这就有点像什么 内网 对以前有点像这个美国去炸人家的核电厂 是用了很多病毒 然后都如虫病毒在那边跑跑跑 中了之后才能够爆炸 那你觉得这是美国做的事情不可能 外面都只只是普里格兴 因为普里格兴唯一知道他们内网的任何的东西 所以他是最有可能会去瘫痪的 所以现在摆明的就是普里格兴 所以现在整个很多证明都说 普里格兴他根本就还没有要认输 搞不好他在筹划下一场更大的计划 而且市長你特别今天提醒我说 要看这一张照片 老公看 这个是普丁 针对一个小女孩 普丁 对一个小女孩送上鲜花 敬上拥抱 为什么拥抱跟鲜花 因为这个小女孩就是来自南部的一个城市 你说这个跟普里格兴也有关系 因为原来这个小女孩出来的地方 是整个俄罗斯南边最贫穷的地方 这一次俄罗斯的军人很多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征召的 普里格兴之前曾经讲过 你怎么对待军人的 你让他们送死 你没有给他们好的抚恤 这个在俄罗斯已经开始过渲染才来 所以他要米平这样的渲染 他要讨好俄罗斯的南部 所以就演了这一出戏了 对我们什么时候看过这个普丁这么的慈想 你看他还站在这个小女孩后面还跟他说 我们现在怎么去弄这个 我们这个操作的这个战情室里面是怎么样 你看为什么 7月4号他为什么要在这个政变之后 要演这样一出戏 因为这个女生是来自所谓的这个 达吉斯坦的这个共和国 达吉斯坦 达吉斯坦是什么地方 他其实是在高加索地区 那其实这个地方是过去俄罗斯最贫困的一个地方 那最贫困的地方呢 所以他们最好真兵 普丁说要真兵的时候 哇这个地方很多人都愿意去当兵 因为当兵的这个费用还蛮高的 甚至这里面来说 我跟大家讲 普丽格金的很多部队的人员也是来自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人对普丁是又爱而恨 对这个普丽格金反而他们会更加尊重 为什么 因为普丽格金你给的钱比较多啊 而且普丽格金给的钱比较多之后 而且干脆 而且他还很腿恤这些人 你这些普丁那些送死了 你有为他们做过什么事吗 没有嘛 所以为什么普丽格金要讲这样一句话 那为什么他马上要说 这个达吉斯坦就在这个位置 对 那在这个乔治亚还有亚赛拜兰这个地方 是在离海这个位置 他为什么马上就要见这个小孩子 而且你看 他对这个小孩子多么亲切 是 还直接指 你知道吗 这个是他夺生命的地方 对 居然一个一个指告诉他说 这个怎么使用 对 而且他还在那边说 我们这个 我们不是只有让你来参观 我们还为这个达吉斯坦共和国人 我们还提供了大概约莫 五十亿卢布 五千五百六十万美金 我们要去这样 而且你看他还这样 跟他说没关系 你就坐上去 你看 你看你什么时候看到普丁这样 这么和啊 你坐没关系 然后那个女生还有点害怕 说来来来 我跟你讲怎么做 你看 你有看过这样的普丁吗 当然没有 对啊 所以显见他要拉拢这些军人 他也知道说 现在人心浮动 好那为什么要达吉斯坦 我跟他讲 因为过去一段时间 他们争了非常多兵 所以在过去 从去年到现在为止来说 达吉斯坦爆发了非常多 反对普丁争兵的 就你看他们就上街头去抗议 去抗议 去抗议 然后很多人就这个样子 那结果这些人呢 看来他们是最有可能烦的 尤其是你看 这一次这个 这个所谓的 普丁格金 从南部打上去的时候 事实上 南部很多地方 为什么会让他如如无 没错 因为这些地方都是 比较贫困的地方 你过去可能照顾不到 所以现在 普丁走到了 他怎么办 赶快去开始去拉拢这些地方 虽然你看 虽然他在上和会议里面 讲得非常清楚 整个国家统一战线 在我的之下 然后我要征兵 派18万部队 到这个乌克兰前线去 可是问题是 私底下 其实他心里还是毛毛的 好 刚刚讲到的 现在普丁为了讨回颜面 在这个普丁格金的这个兵界 这让我太丢脸了 而且你可以如入无人之地 直接距离莫斯科200公里的地方 我连阻挡都没有能力阻挡 我还是透过政治局 才说理到 好 我要讨回一层 讨回一层 在干嘛 我只好在乌东战场上面 乌克兰战场上面 我要扳回一层 我要取得一个胜利 我才可以重回我的荣光 就好像刚刚讲到 现在他已经调集18万的部队 而这18万部队 刚刚司征讲 有最恐怖的风暴 他连这个空中特勤队 最神秘的部队 全部都冻上了 现在目前是12万打18万 12打18万 对 俄罗斯他目前有18万 特别是在这个 酷皮 杨斯科跟利曼之间 他的战线就布置了12万人 主力在这边 但问题是乌克兰的后面原人不决 还会前仆后继的把用火车 用这个部队把乌克兰的军人往前送 你说乌克兰最神秘的部队 也就是送到北约训练的十几万人 现在也往前线移动了 过去这段期间 我们谈到乌克兰的整个状况 现在开始要进行一个 主要的主角战了 因为我们看到 责罗斯基这个总统阁下 他也在前一阵子讲说 我们不要再等了 因为已经打了一年多了 现在这个状况 天气的条件也允许 他们准备要打 现在主要三个战线 虽然是这边乌克兰12万 而俄罗斯有18万 可是你要知道 现在目前乌克兰的 他的斗志昂扬 而且很多的这些设备跟武器 都已经到位了 分三个路线 乌东跟乌南 他全面都要把 俄罗斯的军队给推回去 那把这个你要注意 无人机在这场战斗 已经打了一年多 我们知道 无人机不断的在 这个战场当中出现 而且两边俄罗斯跟乌克兰 他们都使用 所以怎么办呢 现在可以看出来 乌克兰的军人们 保吉哥你注意看 我不但有刚刚讲的 美国这个武器帕拉丁 之前还有其他的东西 他把AK-47 这干嘛 6把穿在一起 打俄罗斯的无人机 你看他多厉害啊 我看了我也吓一跳啊 他怎么做 他把6把的AK-47 全部串起来以后 用操作者去 你只要过来我就打 你过来我就打 这是自制式的啦 AK-47已经可以连发了 我用6把连发 他6把连发 那打什么 打无人机 所以无人机 已经这次战场当中非常重要 所以AK-47串起来 这我真的第一次看到 真的 我不知道有没有用 其实乌克兰本来就是军工大国 乌克兰人本来就是会 最会制造武器的一个国家 现在居然用6把AK-47 做一个防空炮 这代表什么 保吉哥为什么我特别讲这个 因为代表说 就算我没有先进武器 我也想办法要对付 现在对乌克兰来讲 最影响很直接的 无人机 第二个 美国有给AP-KWS的 这个销毁器 它这个很长 你看 它这个炸弹整个 一管是四发 它可以直接上去打无人机 它这个是专打无人机的 所以这是正规武器的 所以正规武器有 AP-KWS 它专门打无人机 还有AK-47去打 那你说无人机打 我把它打下来 那如果没打下来呢 没关系 现在你看乌克兰的坦克车上面 你注意看到 那个把握 你看它的特写 它上面罩了一个笼子 它怕这个 这个柳叶到无人机来攻击的时候 直接打我们坦克车 我外面再多罩一个罩子 让你打不进来 所以这个就是乌克兰现在目前的整个战争的准备 最后 我要跟保洁哥讲什么 就是现在目前 整个战争是需要 很多鼓励士气的故事 来告诉乌克兰军人 我们会赢 这个人呢 基本上呢 他是一个 现在目前乌克兰的英雄人物 他的名字叫做 Marcus 他有多厉害呢 这个军事长Marcus 他有很多的故事 所以乌克兰的老百姓跟军人 现在把他当成英雄 他还跟泽伦斯基照相 因为他敢进到前线 现在乌克兰传说的版本是说 他可以直接进到俄罗斯的部队当中呢 他直接进到俄罗斯的防线 还使整个俄罗斯两个连哦 他的部队挺进去 他两个连 俄罗斯人直接把他武器抛了 就往后跑了 所以他可以直接 有点像是乌克兰兰坡 不是 那以像 101空降师二战的时候的 温斯特连长 他可以直接直刀插入 把这个俄罗斯的军队两个连 因为他的这个整个打进去以后呢 把武器直接丢到地上 全部往后撤 而且呢 他就直接在 他已经这个怎么样 打胜仗的这些俄罗斯的 这个军官的尸体上面 在那边睡觉 他该躺在俄罗斯的尸体上睡觉 然后有一些是俄罗斯的这个军官 因为被俘虏了以后跟他讲说 对不起请你不要杀我 我在我的家乡 还有老婆小孩等我 他当场就呛他说 你们俄罗斯的军官 你们俄罗斯的士兵 有屠杀 兼允多少我们乌克兰的妇女 所以呢 这些故事流传回来之后 现在好多人在关注他 那乌克兰发当成英雄 乌克兰的这个民众呢 也看到他跟泽伦斯基 总统阁下的照相 他们相信因为我们有英雄 我们可以把俄罗斯的军队给打回去 董事长 现在俄罗斯的状况 真的引起了全世界观察家的注意吗 真的没有我们想象的单纯吗 刚刚看到 这个莫斯科的大爆炸 你在莫斯科里面 这一个现在整个俄罗斯 防卫最严密的地方 竟然发生大爆炸 不是你发生大爆炸 你有两个机场 一个军事基地 也发生大爆炸 就在这个时刻 刚刚讲到 普利格金 发表41秒的演说 还讲说 我现在要招募士兵 是直接跟我签约 不是跟俄罗斯的国务签约 还讲什么 我要取得下一场胜利 对 那我先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这一次的普利格金的叛变 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 所以这个问题 先讲一个第一个问题 他并没有完全的失败 虽然现在还有发言权 对不对 这很简单 第一件事情 我们这样讲 第二件事情在讲的话 你知道吗 到今天为止 在俄罗斯这个战场上 他们总共有多少雇佣兵 你知道吗 多少只不同的雇佣兵 你说跟瓦格纳一样的雇佣兵 瓦格纳是其中一只 对 总共有37只雇佣兵 包括车臣 对 包括连国防部长赛伊谷 对不对 他自己本身还养了一只私人部队 赛伊谷自己有私人部队 有私人部队的啊 所以你知道你要了解这个结构问题啊 所以你说这个这一次当然是看起来就是瓦格纳跟普丁的挑战嘛 然后挑战结束了没有呢 今天爆炸出来了嘛 对 还没结束嘛 还没完没了 他还在两边在角力当中嘛 难怪布林肯讲这只是第一级 还有续级 但是这个角力目前谁占上风 很简单 普丁在上风 普丁在上风 普丁稳住这个局面嘛 稳住这个局面之后 可是我现在跟你分析就是说 他有37只雇佣兵的部队 各属各种不同的势力 那这个当时这个雇佣兵怎么兴起了 比如说举例 他有一只第二只最强大的雇佣兵 是帮这个某一个寡头 在非洲雇油田的 他们后面非常多的财富啊 还有矿产 还有钻石矿 对啊 在非洲雇油田的 不是只有瓦格纳 还有别的雇佣兵 有啊 他的最大的人员公司 下面就有雇佣兵啊 他的部队就跟瓦格纳差不多大啊 他这一次也参加了乌克兰的战争啊 他也帮这个普丁的忙啊 因为他们都是股东嘛 对不对 都是股东 好 可是这只雇佣兵的力量 还是存在 所以他们有好几十次 换言之讲 讲简单一个概念 在莫斯科的这个战 这个国家里面 他们的各种力量 是有很多寡头跟军头 是结合在一起的 他们手上是拥有重兵的 这些的财团 这个都补啊 现在开始大家各凭本事了嘛 可是你要知道这里面 你要知道目前来讲的话 俄罗斯有没有力量反击嘛 没有力量了嘛 我讲个最简单的例子嘛 西方统计 打仗打到现在为止 俄罗斯总共消耗了一千万发炮弹 一千万发炮弹 一千万发炮弹 你知道俄罗斯一年可以生下多少炮弹 多少 一百万发炮弹 把十年打光了 打光了 后面就没有能力支撑了嘛 对不对 他消耗了两千五百辆坦克车嘛 他一年可以生下多少坦克车 两百辆 那现在怎么办 补充不上来嘛 所以他现在后勤的军火的补充 通通产生问题 根本没有力量才做反击的动作 然后整个战线的 整个前线的战线的那个长度有多长 有一千多公里 他一千多公里 你怎么 你没有办法防嘛 你的地雷区再广泛好了啦 因为他有很多很大的雷区 因为他很大雷区 原来照讲你应该是攻击对不对 你攻击你搞雷区干嘛 就跑啊 雷区是防御性的嘛 不是攻击性的嘛 所以现在怎么办 因为这个前线太长了 太长造成什么 造成乌克兰有个机会 什么机会呢 他都到处开始用火力侦查 我先开始派几个营下去 然后后面有预备队跟的 先开始去扫雷侦查 然后无人机 然后空中的各种直升机 开始到处去戳你 东戳西戳 一直找你的弱点 找到弱点就开始供进去 搞到弱点 所以又变成养工 养工跟主攻 它不断地搭配 就把你俄罗斯的部队 搞得你筋疲力竭你知道吧 整个战场等于是 完全在一个被动的情况之下 手也手不好 打也不敢打 所以完全目前是被动情况 但是乌克兰是不是一定会赢 乌克兰也有困到它的困难 因为乌克兰现在大问题在哪里 乌克兰已经变成了西方的武器实验场 所以它的武器种类太多了 它多大便说 它整个协淘战力出问题了 它变成武器实验场 然后大家每一家都在那边干 它最大的成就 就是爱国者飞弹把那个匕首打下来 对 打下来之后 你知道谁 那个爱国者飞弹雷神公司 是开箱兵请客啊 赚翻了 不得了啊 它就把匕首打下来了 这个业绩在全世界可以让它卖多少的 发了多少的财啊 对不对 所以你知道这个整个情况会变成两方 都有各有各的盘算在这个里面 但是目前很清楚就是说 现在目前据说乌克兰现在准备筹备一个大型的秋季公司 准备秋季要开始打击 但是讲归讲 到底秋季公司打到什么程度 你刚刚也在开始我们也聊到 它准备在西方所训练的十几万的这些战斗部队 对 准备在最后在秋季公司里面大量的投入 但投入是不是能够翻转这个事情 我觉得在翻转这个事情的同时 可能莫斯科的内乱已经变得更严重 那现在最烦恼是哪一个国家 中国吧 中国大陆啊 烦恼 因为他一直在搞 搞就说你知道吗 最近的中俄边界的中方的战备 现在非常严重啊 神奇了 当然 但万一你要打过来怎么办 对不对 万一你这边有产生这个流亡怎么办 人口又开始逃亡怎么办 就很多奇怪的事情会发生 惠臣 7月4号现在 美国出现了一个新的传统 大胃王比赛 就是吃热狗比赛 结果呢 大胃王现在很多地方非常流行 有个地方开始进尺 中国 中国现在要求 在四川啦 在福建啦 在广东的很多地方 你不准再有大胃王了 不可以吃大胃王 理由什么 你不可以浪费食物 这么严重吗 你吃个多吃两口饭 会有影响食物吗 结果美国 日本前农林水展大臣 郁泽德伊朗 他居然这样 他是个台湾专家 他是两岸专家 他居然这么讲 你要注意 现在中国如果大胃王不能吃 就代表什么 你缺粮了 他为什么缺粮 搞了半天 乌克兰打仗 中国的粮食进口 一年少了800万吨 对 所以他们现在在讲 事实上光是从禁止 大胃王比赛 就可以看出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中国的粮食 可能以前有800万吨 是依赖乌克兰那边进口的 现在这800万吨 没有办法进口了 所以他就说 难怪习近平这两年这么紧张 为什么以前 以前是退坑还零 现在是退坑还根 把非常美丽的花园 全部拿去种菜 我想有这么严重吗 搞了半天 你最大的粮仓 中国最大的粮仓 居然在乌克兰 到乌克兰打仗的时候 中国最大的粮仓没了 对 所以他就心里讲 然后他还有换算 他就说 我们每一年中国 从国外进口的粮食 大概3000万公吨 3000万公吨里面 从乌克兰最主要进口国 就了进来的800万公吨 我们中国人 以前很浪费 浪费多少 大概浪费了 3300万公吨的粮食 所以要换句话说 如果乌克兰这边的 进口减少了 那你不能浪费 如果你像以前 那样浪费的话 就会产生中国 缺粮的问题 所以这个一般来讲 所以恶物战争 让中国有缺粮危机 对 然后呢 因为这个人非常特别 你刚刚提到的 他除了是当过 两届的农林水彩 就有点像 我们农委会主委之外 他也还当过 国防部长 我们日本的 所以他非常懂得 粮食跟 国家安全的关联系 他说 其实不要小看 中国去禁止 这个大卫王事情 因为他有可能 为了出兵台湾 而进行相关的准备 这跟出兵台湾有什么关系 因为他说 其实一个国家 要攻打另外一个国家 几件事情不可以少 第一个 其实当然是军备 就人力这个部分 第二个 就是粮食 如果这个国家 要进行攻击 另外一个国家的话 粮食不可有短缺的问题 所以他从 中国禁止 大卫王比赛 然后延伸到说 中国禁止 中国人浪费粮食 进一步延伸到说 这代表中国 可能在为 可能的攻台军事行动 进行相关的准备 因为他特别强调 没有粮食 军队就没有战斗力了 对 所以他就说 总部长打仗 打一打 不好意思我们缺了 我们先不打 不可能嘛 所以他光从这件事情 他就讲到说 千万不要低估 中国禁止大卫王比赛 对啊 这个是108克的 这个馄饨 这108克的炒手 是看谁能够吃完 比赛不能进行了 福建 也有一个餐厅比赛 你给我吃碳饱 也不能进行了 而且你知道 他这个福建的大卫王汉堡 他是吃 30分钟要吃完三斤的肉 三斤的肉 我觉得其实很多 就没有想到 他今天想说 这个也被罚 而且他们罚什么 他们就有一个 反食物的一个浪费法 反粮食浪费法 罚款1万人民币 也还不是很便宜 中国还有反食品浪费法 对 而且是立法的 所以他们光从这整件事情 就看出来他们认为 中国有几个状况 第一个可能真的有缺量的问题 第二件事情是 中国有可能在为武力攻台 或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 进行相关的一个准备 好难怪 你看到习近平最近的演说 充满了忧虑 充满了我们已经失去了 当年的精神 我想你干嘛那么紧张 第一个搞了半天 你有缺量的压力吗 第二个讲 年轻人的失业太可怕了 是年轻人失业多可怕 我们都知道一个数字 是大概就是说 现在年轻人有20%失业率 但事实上越来越多的资料显示 有可能是被低估的 为什么说有可能被低估 保羯哥你有看到 女力表上面 有人穿得这么少吗 你说如果是应征什么模特 那就算了 他竟然是应征一个文职人员 就他穿成这样子 就大家都惊呆了 然后人家就讲说 为什么要穿成这样 要原来他应征老板的秘书 所以想要让老板对他印象深刻 然后对他胸怀大势印象深刻 所以他就直接把那个 很伟大的报复理想给展露出来 所以大家都心里想说 这个如果不是真的因为工作很难找 谁没事要这样子搞 结果他说这个是上海 而且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毕业的 当然现在有人在质疑说 今天要给够 要上海复旦大学 都要穿成这样 那一般人怎么办 不过不管怎么样 从这边可以凸显出一件事情 确实中国年轻人失业率的问题 真的严重